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請副署長 副署長請 委員好 副署長您好 副署長我請教一下 目前台東有多少位的小額外科醫師 目前是零 目前是零 對全國有50位的小額外科醫師 其中有30位是只做小額外科 另外有20位 將近20位 他是要監看其他的科別 現在就是零就對了 對目前是零 那如果有需要小額外科醫生 副署長我請教你一下 從台東 究竟要送到哪裡去 目前昨天林醫師提到的 就是台東如果有這個新生兒的問題 他是直接 他自己就坐火車送到高雄長庚去 那目前我的了解是高雄長庚跟台東馬街 目前是在洽談 是不是他的資源 多久的時間 很快 因為他資源如果提 他們講好條件以後 我們梳理師可以來幫助這一段 因為台東本來是沒有心臟外科醫師 那現在台大醫院也幫忙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來幫忙的地方 你們補助的時間會多長 補助小額外科醫師 只要他們談好提出來 我們很快就可以補助 對阿 我說這樣的方法是多 等於是要補助他們 是 補助馬街 對 補助馬街他去找一個小額外科醫生 這補助的時間是多久 很快 你說多久 方案 我們是用醫發基金來補助 對阿多久阿 你要補助多久阿 我的意思多久 你懂不懂是一年兩年三年 還是無限期的沒有時間性的一直補助下去 我們對於像台東的重症醫療 我們都是先叫他提一個計畫 先兩三年 讓他去補充人力跟相關的設備 然後再逐階段 兩三年以後還是找不到醫生怎麼辦 對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那副市長我這樣子講 具體講 補助繼續 是 一直到台東的醫院有自己能力找到醫生 我想是應當是這樣 好不好 不要有時間性 兩年之後他們可能找不到醫生阿 這個是應當的 好不好 我們這是一個具體承諾阿 可不可以有 副市長你可不可以代表書裡面做這樣的承諾 這個小額外科的部分我們是可以承諾 那我們也代表台東鄉親來感謝 不過我們長期來講 我們還是希望有自己的一個 可以在地的小額外科醫生 副市長你剛才提到一個說 我們現在在規劃六到八個兒童醫院 東部是設 我們總共你預定的地點要設在哪裡 我們預定的大概 在台北市可能會有 東部 東部 還沒有 目前東部還沒有地點 不過很可能會在花蓮 目前 副市長 花蓮已經有慈激醫院 也有慈激醫學院 那我們花東也大家彼此都很親近 那花蓮到台東的距離要多久你知道嗎 時間開車阿 不太清楚 三個鐘頭 三個鐘頭 所以副市長 你美清明是設在東部 對台東來講 他跟設在台北是一樣的意思阿 所以我認為你這個東部是假東部啦 我們開車 台東開到花蓮還是三個鐘頭 然後跟我坐飛機到台北還不是一樣的意思 副市長你美清明是東部 但你沒有辦法你靠這樣方法 但我現在沒有在排斥花蓮的鄉親不是這個樣子 我是說你美清明這樣子 你沒有考慮到他當地的區域的狀況嘛 你東部你知道你在花蓮 我們去還是要開車啦 我們是正常開車三個鐘頭阿 開車三個鐘頭阿 而且在花蓮的醫療資源相對當然是比台東好很多阿 那目前的這個 除了兒童醫院設立之外 我們的婦兒科的資源整個計畫 會補助這個偏冷地區 那在台東我們也有補助 那這個最少都會一千萬以上 補助計畫什麼時候開始 已經今年開始 今年 每個醫院嗎 台東每個中國醫院 他的區醫院都可以申請 目前是台東馬基有申請 副長哥跟巧兒哥他有申請 副長我再請教一下 副長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的狀況 我們就兒童外科來講 你剛剛提到一個林醫師 他是自己坐火車 那衛生署在這方面 有沒有辦法跟鐵路局 大家合作一下 因為我想他應該可以坐火車的狀況 可能還不是那麼有需要 但是不是那麼急迫說 馬上用救護車送過去 那火車相對兒童來講 他也比較舒適一點 有沒有辦法跟鐵路局來討論 他是不是有一個類似這樣的狀況 有一個車廂是可以適合讓這樣病人 可以坐火車的一個車專屬的這樣必要的時候 有這樣的車廂可以送到高雄去做就診這樣子 這個我們來跟鐵路局來討論看看 對 不然他現在還是一般的座椅 那我不太清楚林醫師 他是怎麼送這些 他應該是有保溫箱要上去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比較 但是我在想因為那個車廂總是 是還是一般的車廂嘛 是 那臨時你再還是會發生很多的狀況 那我們當然 救人要先 救人第一 是不是這樣車廂我們可以針對 我們再跟鐵路局來討論 討論然後看類似這樣的狀況之後 我們有一個 一個比較 比較能夠救命的這樣車廂 能夠把它送到高雄去 好這個我們來進行 好不好 這部分再來麻煩副署長 副署長我當然再請教一下 那目前台東的馬街醫院 他正在興建 重疾症大樓 那幾年後即將要完工 那我們講 衛生署這部分 對他蓋那個硬體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蓋完之後 他們裡面面臨許多 我們現在對台東鄉親來講 看感冒啊 咳嗽那個都不成問題 最麻煩的就是 急重症的時候 他通常要舟車勞頓到外地去 對看護的人對家庭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台東需要一個急重症的 這樣的特醫學中心 那馬街醫院現在在從事這一塊 那我不知道 衛生署對馬街醫院 他急重症大樓 衛生署有沒有這樣的 相關的計畫能夠來幫助他 我們目前在台東有補助兩個中心 就是急重症的中心 台東馬街跟台東紀錄教 他現在正在興建那個大樓 將來完工之後 有沒有相關的計畫 這個如果他提出來的部分 因為目前在佩南地區跟離島 都是我們目前的重點 所以他如果提出來的話 我們都會盡量來幫忙 這一點再麻煩 好 我剛剛在底下看了這個 我們林醫師所寫的 那真的是 一個台灣 好幾個不同的世界 林佳穎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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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吧 林佳穎醫師 他寫了一個台灣真的是 好幾個不同的世界 那 部長今天你代表衛生署來 本席在 總之群 對我們陳院長總之群 行政院總之群的時候 也提到 台東的醫療問題 沒有辦法放任市場機制去做競爭 台東唯有靠 特別是在特殊的狀況下 唯有靠政府的補貼 介入才有辦法 不然 你放任市場機制競爭的話 那對台東 那當然是許多的科別 難怪找不到小兒外科醫生 因為 坦白講他可能 一年需要的次數不是那麼多 對 所以當然沒有 肝膽共沒有那個市場 我們就講 用生意來講 就沒有那個市場 所以醫院來講 你要叫他負擔這個人力 他當然很困難 唯有只有 政府介入才有辦法 而且 而且我們在考慮這 類似的這樣子的 醫療設施的時候 要請衛生署 要來了解台東的特殊的地理狀況 比如說你剛剛兒童醫院是在花蓮 那台東到花蓮還要三個小時 那雖然叫東部醫院 不過那還是 那個三個小時對台東 對生病來講 是個遙遠的距離 是 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目前我們對佩妮跟離島 有五個重點 三個離島以外 一個就是台東 另外一個是屏東南部 我們每一個這個區都有一個專案經理 在執行這個 我們所有的醫療的補助 這樣 那另外我們針對我們的醫療人員 包括我們長期來在台東面 那個醫療問題就是 我們醫事人員的流動率很高 所以醫生他沒有辦法 在地的久留 然後培養更豐富的經驗 所以他流動率很高 那衛生署這部分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什麼協助的方法 可以來幫台東的醫院來解決這個事情 一個最根本的方法 當然是醫療在地化是最好 那包括這幾個地區 我們是目前的這個 在地養成的公衛生的效果是不錯 我們目前正擴大這個在地養成的 這個公衛生的制度 而且擴大到其他的醫事人員 這個是第一個 不過這個要時間 這個是先 我們一年這樣公衛生可以回到台東 現在開始的話 已經開始很多年 我們的公衛制度是他實習完 就馬上回台東嗎 還是 這個要訓練完 但是跟一般的公衛生不一樣 一般公衛生事實上我們已經不做 因為他事實上是失敗 那在地養成是目前我們覺得成效很好 大部分都留在當地 我可不可以 副長我可以建議說 在地養成這個我贊成 因為他如果本身是在地人 他以後待在台東機率就高 但是我們也不要他畢業 實習完就馬上回台東 我們就 對核業上的要求 他最好在大醫院歷練 五年十年之後 我們在規範 核業上再規範他回台東 我們可以 他那時候經驗相對豐富很多 然後待在台東他又願意 久留的話 那對台東來講才是一個真正的 比較有幫忙 我們可以規劃這些在地養成的 有一部分呢 他是做醫院型的醫生 他回去的話 就是一定要到醫院裡面去服務 所以他在大醫院的訓練時間可能會久一點 但是效果可能會比較好 現在已經開始做了嗎 這個還沒規劃 我們現在規劃這樣吧 因為台東來講就是說 診所型的這樣的 就是診所這樣開業 我說實在台東比較不缺啦 因為你要看個小病 診所應該都還 普及力都OK的齁 但是 對大醫院有經驗的醫事人員 這是我們台東鄉村最缺乏的 是 對 那我們現在剛剛副長 就是說我們在在地的養成 我們要從合約上把它修正 我們就是理想狀況 他在外地都有一番的歷練 然後他回來之後 他帶著他的經驗 然後回來台東 比較長期的居住 這樣對台東鄉村會比較 是不是我們這方面 以後我們就朝這方面 研究看看好不好 好的